云林县长张立善为了展现就任三年来的施政成果 也举办向宪明报告记者会 同时推出了永续方舟云林先行特展 除了陈列这三年来在永续发展方面的成果 也被问到给自己拿几分 张立善说这分数要留给宪明来打 他期许自己未来迈向满分 云林县长张立善亲切地跟民众握手 就任三年来施政成果他洋洋洒洒跟相亲报告 全程几乎不看稿 细数这三年的施政成果 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过去三年的努力已陆续开花结果 不管是在教育方面 社会福利到文化观光 交通环保等各方面都有发展 县民接下来会更强烈的感受到 在云林的幸福感 同时推出永续方舟云林先行特展 除了陈列这三年来在永续发展方面的成果 规划四大展示主题 以趣味及充满艺术的方式 展现云林对于永续发展的决心与成果 我想让相亲打分数比较重要 我是全力以赴 每一天当做72小时在用 云林县去年破天荒 首次拿下行政院政府服务奖 连续两年在健康级高龄友善城市评选中获奖 今年更夺下杯六都第一 全国第二的佳基 被问到为自己打几分 张立善说这分数要留给县民来打 不过他有信心也期许未来 迈向满分 记者郭正义有您的报道